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没有很紧张 好紧张 好紧张 我也好紧张 好 其实我们这一堂课是 我们最后一个小朋友的一堂课 那其实这一堂课 最主要就是由我们小朋友 去寻找他认为 在某一个领域最厉害的一个人 那当然他是想要在 对于这方面最厉害的这个人 当然要跟他有一些学习跟请教的机会 所以呢 我们的长一小朋友 他就写了一封信 结果就这样子 就接受到一个很好的回复跟讯息 那唐老师就接受我们的一个 小朋友的一个 一个请求 所以今天才会有这样的一个 与名人有约的一个活动的一个访谈 这样子 所以在这里非常谢谢唐老师 给我们小朋友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机会 也是我们这一次的课 当中最后一位的名人的一个出场 这样子 好 那其他老师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到这里 那接下来就由我们的小朋友来进行我们 等一下要访谈了一个整个流程 那包含可能等一下小朋友的一些的提问 小朋友的一些提问跟记录都不要忘记了 然后也要记得自己的一些基本的礼貌喔 好 这样有没有问题 没有 没有问题喔 好再次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唐老师 好 谢谢 你好 很好吃 我是周图四年级的无常义 因为我们有一堂课是要找最厉害的人 并向他学习 偶尔非常喜欢资讯 在收集资料时 我发现您的电脑是非常厉害 例如您开发了萌典 还有中央政府总预算视觉化 都让我们很佩服 谢谢您愿意接受我的房 那我想请问的第一个问题是 如果我学习我的电脑能力跟你一样厉害 您会建议我平日可以做哪些学习呢 谢谢 同点是我目前负责维护的 中央政府总预算其实不是我写的 我有出一些主意 是我一些朋友一起做的 那我想这里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交朋友 因为我们在电脑上面交朋友是很容易的 我们在实体空间里面 这边只能放可能一百个人最多了嘛 然后你要一个一个人面对认识 比较困难 那在电脑上面还有相同的兴趣 你一下要认识一百个人其实是很容易的 所以我想说我们现在的电脑能力 大概都不是单打独斗 都是一个人想到一个刚好的主意 我们说挖一个坑嘛 然后能让其他人去填 就是去把它堵上 那所以其实你要学任何东西 就是带在一起去比较快 然后呢只要认识的人呢 好像是有些人做设计 有些人写程式 有些人做测试 有些人去做不同的美术啊 动画啊 音乐啊这些 大家加在一起就可以交彼此东西 那加到这样共同学习的时候 学习最快的 所以就是要一起去 那接下来教授的 请问您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电脑 何时开始用自己的第一部电脑 我是在我1981年出生 所以我是在1988年左右 开始学词制设计 那我在学词制设计的时候 那时候我家里还没有电脑 我就是看书 然后书上面说电脑有键条 然后就画一个键盘 然后说有那个游标 就画一个游标 然后就自己按那个纸上的键盘 然后去模拟 电脑会有怎么样子的反应 那所以这样子学词 是设计的好处就是说 我要去想说电脑会有怎么样计算 等于去想电脑什么思考 那现在我们把它叫做计算思考 那这样子花了大概两个月左右吧 一两个月的时间 我妈妈就觉得我这样很可怜 因为其实学习其他 所以她就买了一家电脑给我 所以大概是88年 18年初 我大概八岁的时候有事情 选男老师 王老师 所以为什么你会对电脑想象情绪 在电脑熟悉方面来路段最难 我会对电脑想象情绪 是时候我本来对数学很很兴趣 那我觉得说 欸透过数学 我们可以知道说 这个世界 它运作后面有些规律 然后别的一些学科 也可以透过数学来了解 那但是呢 数学的计算是很累的 我非常讨厌算数学 所以就是数学的概念 对我那边有吸引力 但是去算那些加減程 我觉得要让她浪费我的时间 而且她会算错 她不喜欢算错 所以电脑为什么 我很喜欢电脑 就是因为第一个 它可以帮我自动的去做 这些基本的加減程出 而且说你学会做一件事情 你学会她做的顺序 你交给电脑之后 你她下一次 就会按照你做的这个顺序去做 这个我们叫做演算法 那因为电脑可以就是 交一次她懂错 但是会自己去做的 所以我就不用自己 重复的做工作 我的时间 就可以拿来学新的东西 这是我最喜欢电脑的部分 那在学电脑方面 哪一个部分最难 我觉得最难的部分 就是说 要告诉电脑说 要做哪些事情的这个方式 是相当困难的 因为电脑其实 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 跟人不是很一样 我们人是透过模仿彼此 来做学习的 但是现在电脑 就算是人工智慧 它都还是只能够 模仿人的一小部分 一小部分 一小部分 所以你在学习的时候 就要用一个数学的方式 数学家看到很困难的题目的时候 使他拆成很多很小的题目 然后再把拆成很多很小的题目 然后再把拆成小的题目 再拆成很多很小的题目 最后是用你手上 已经有的这些工具 去一个一个一个解决 然后这个大的题目 就解决了 所以这个要把很大的东西 拆成小的东西 再把小的东西拆成你已经毁的东西了 这样一种设计的这样一种方式 使学电脑一定要做的事情 然后通常的话 那多的时间才可以学会 的话 请点多多这样子 谢谢老师 唐老师您好 请问自学电脑是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要如何自学电脑 自学电脑其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在所有的学科里面 很可能电脑是最容易自觉的东西之一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别的学科 如果你没有老师的话 你如果做错了 想错了一些事情 没有人提醒你 但是你写程式的时候 或者做学电脑的时候 你如果哪里指令敲错了 电脑就会提醒你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电脑就好像给老师一样 等于是说他会帮你去定证你的错误 你不需要靠老师来定证你的错误 那又因为通过网路 有很多一起学电脑的朋友 所以大家彼此之间也可以彼此学习 所以我觉得自学电脑 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要自学电脑 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在生活里面 找到一些你想要用电脑 来节省你的时间和事情去做 像我刚刚讲到说 我用手段数据 我觉得很麻烦 所以我就学电脑 让电脑帮我算 那同样的也许有些人 他是在生活里面 有一些部分 他觉得说 如果你要关灯的时候 你出门之前 你要关五六个灯 很麻烦 那电脑就可以让你夹关 一个灯 其他灯就通过一起关起来 之类的 就说你在生活里面 你有一些觉得很 发力气的事情和时间的事 有这样一个动机的时候 去电脑帮忙 谢谢唐老师 谢谢唐老师 唐老师您好 我想请问您 为什么您将你自主的方式学习 我想自主学习的意思就是说 我在生活里面 看到一些社会问题 或者我看到一些生活上的问题 我想要解决 那所以是用 想要解决问题的这种感觉 去学东西 那这样子学东西 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你学到的东西马上就会用到 因为像我们如果要背一些东西 就要学一东西 你在生活里用不到 有时候你可能学会了 可是过一两年 就还给老师了 因为中间没有去使用 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就是 为了要使用它 而学习的话 你在使用的过程里面 就会一次自己告诉自己说 现在这个用在这个 这个用在这边 这样子学到的东西 就几乎不会玩掉 这是最大的问题 你好 请问你的自学的好处是什么 对 我觉得自学很好处 就是说我交朋友的时候 是可以交我自己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也想要解决同一个问题的等等 也就是说朋友一开始就是自行道路的 而不是说好像我只能 我住在哪里 只能交住在那边的朋友 或是能交自己同一个班上的朋友 或是或是能交台北的朋友 或是能交台湾的朋友 这样 所以我觉得自学的好处就是说 如果你想要解决一个问题 你就会发现说 全世界都有人想要解决类似的问题 但这样的话 在网路上就很容易交到 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而组织起来的朋友 而不是说在网路上面 好像碰到谁聊得开心之类 因为你透过网路 不是很容易很深刻的了解一个人 但是你透过网路 一起去做一些事情 这个是做得到的 所以我觉得自学主要的好处就是 可以交到各种不同学们 各种不同地方 各种不同地方 谢谢大老师 谢谢大老师 童老师 请问您以前在家里 是如何进行自学的 我自己在家里进行自学的时候 当时主要是看书 电脑图书馆 然后有一些大学的一些老师 其实大家也看到我自学 可能就是觉得是在家里 但是其实我很少在家里 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去附近的大学 或者是去一些老师的研究室 或者是去各种各样不同的地方 因为我对一个东西好奇 那台湾对这个东西 感兴趣的人 可能有好几个 那我就可以一个一个去拜托他们 所以我觉得这里的重点 不是自己关在家里 而是说去多认识人 那当然后来有网路之后 不过往不认识人就更容易了 但是重点来是说 你先找到一个人 他你想起去一样的问题 可是他比你做着走 这样子就可以跟他学到东西 好 嗯 汉老师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 您的学历就有国中 就是靠自学 就是现在的学历 您是怎么做到的 那是怎么做到的 我也不知道 哈哈哈哈 只有这样的人就做到了 没有啦 其实我当时国中 二年级之后 我没有去国中 可是我马上就去大学 我的意思是说 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是 我就是不在意学人 学历或学位 就是我还是很需要 大学这个学习的环境 所以我觉得重点 并不是不去学校 而是说去的那个班级 或者去的那个学习的地方 是你自己用得到的 我觉得这个才是 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那另外一个点 就是说 我发现说我在大学里面 碰到的这些学长 这些学家啊 他们都对我很好 因为当然一方面 我很年轻嘛 比起他们来讲 那二方面来讲 我也不敢他们抢排名啊 我也不敢他们抢 这个什么别的东西啊 对不对 就是说从他而角度来看 我虽然是来旁听 但是我跟他一起学东西的时候 对他只要好处没有坏处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觉得常常有时候 旁听也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 那后来我就一直是用 这种我旁听的事情 对他有点了解 然后我就觉得说 这边可以做得更好 然后大家一起来 把这件事做得更好的方式 来学习 现在来讲 好 谢谢唐老师 唐老师 请问你在自学的时候 是怎么管理时间的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每天都一定要睡够了 那因为我们现在科学家 有研究出来说 我们现在 像我现在跟你讲的话 你也许会 记得我讲什么 可是也许明天就忘记了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 我们是靠做梦 我们的睡觉的时候 来到我们这一天 学到的东西里面 找到值得 未来记下来的部分 然后把其他东西丢掉 这样子 所以如果睡眠不足的话 那记得的就是少部分 丢掉就是大部分 如果你睡得够的话 那记得的就很多 然后呢 丢掉部分 但是可能不重要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说 无论如何 就是不管你什么时候选 有人可能 燕王子半夜 九点十点才睡 那都没有关系 但是就是要学过 如果有学过的话 其实白天 不管你用什么方式 学学的东西 都变得到下一天 各位老师您好 可以请您比较 自学与在学校的学习 有什么不同 适合什么学生呢 蛮好的问题 我觉得自主学习 它跟在学校学习 并不是相充足的 我们现在在做一个 新的教学的方法 叫做十二年国教的课堂 十二年国教课堂 十二年国教课堂 是我在当这个工作之前 的上一个工作 那我们在当时 做这个的时候 就是希望老师能够 让同学自己去决定 我们叫做自发 就是自己去决定 他学这个科目 他是为了要做什么用 而不是说 好像老师说 每一般的小孩同事 都一定要学一模一样的东西 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所有的学生中心的 一个想法 那这个跟自学的想法 是一样的 意思就是说 事实上大家自己去决定说 我学这个东西 到底要拿来做什么 所以我觉得 不管在学校 或者是在网路上 或者是在社区 或者是在可能 就是同学家里玩 大家只要一直去想 就是说 我学这件事情 是为了我自己 而不是为了考高分 不是为了拿第一名 不是为了我自己 外面的东西 的话 那那个就是在做自学 所以说 在学校里面 是可以自学的 就是不要太去管 外面 我们要看排名 这些东西 而是看里面 就是你对什么 有好奇心 你想起有什么问题 这样子 谢谢老师 您好唐老师 我想请问您 在学期中 会要过门吗 那如果有的话 又要阻挥课 我觉得 碰到的困难 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看一个东西 看不懂 或者是说 想要练习一个东西 的方向做不出来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 不要对自己要求那么高 就是 稍微降低下 对自己的要求 你做不到那么多 做一半吗 你今天看不完一本 看半本吗 所以说 两页而为 那 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如果你就是 逼着自己一定 今天要写完 一定要做到什么东西 然后压缩到睡眠时间的话 你的天醒来 就是 急不在住了 所以 所以你宁可是睡够 但是只做一小半 那这样子 剩下的部分 明天醒来再做 因为这样子的情况下 其实那个节奏 是你自己掌握的 你每天等于 就是吃饱了 就不吃了 而不是说 只是一天晚上 然后还一起塞 一起塞 所以我觉得 遇到困难是一定会遇到的 那 学习怎么样去跟困难 怎么样去跟问题相处 我们说 在英文说 就是说 我今天解决不了 那我就是在梦里面 去试着解决它 那常常醒来 就会有一个新的感觉 那常常醒来 就会有一个新的感觉 谢谢你刚刚好 就是说 这是我几个朋友 当时他们在2012年底成立的 当时他们的想法 是这样子 就是说 我们政府的网站 都是gob.tw 所以像我们的立法院 是ly.gov.tw 行政院是ey.gov.tw 它后面都是gob.tw 那当时呢 就是 我单几个朋友就觉得说 如果政府有些没有做好 我们以前常常就是看到说 哎呀我们就写文章批评政府啊 或者是我们就 想办法写信给院长信箱啊 或怎么样 就是好像是叫政府去做 那但是呢 他们就发现说 有些事情不一定要等政府来做 像政府的字典的网站 如果没有做好的话 我们也可以自己做的就更好的啊 那当我们来做 政府在做的事情的时候 当时他们就注册了一个网站的位置 叫做g0b.tw 所以你本来的政府的网站 你只要把那个o 换成0 本来是什么点gob.tw 变成什么点g0b.tw 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进入临时政府的网站 然后就可以去看说 哎 有一种新的方式来做这个公共服务 那因为临时政府的这个活动 大概是成一之后 两个月左右加入的 我们大概都是抛弃掉 我们大部分的著作权 所谓著作权的意思就是说 我写一个东西 我不让你吵 那临时政府就是说 我写一个东西 我欢迎你抄 我不但欢迎你抄 我还欢迎你抄了之后 去做别的运用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们这边做了一个版本 政府看到这个好之后 政府就把它去用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去把政府的做得不好的地方 自己试着做得更好 然后呢 再让政府随时都可以抄回去 就这样做吧 再来是个想法 谢谢黄老师 谢谢黄老师 黄老师 黄老师您好 我想问您 以您现在目前政府人员的这个角色 如果要达成之前在临时政府的这个目标 请问您现在最大的困难会是什么 我想最大的困难就是说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政府 跟临时政府做事情的方法不太一样 临时政府做事情的方法是 谁就不用问过任何人 我想要做一件事情我就去做 然后呢 我做的事情就让大家知道 大家愿意来加入我的这个工作 就自动来加入 如果两个人各座吵起来了 那就各组各的 所以这是临时政府的做法 它是没有一层一层的 但是在政府里面 那是一层一层的 你想做一件事 你要先问你的长官 要不让你做 你的长官要问他的长官 要问他的长官 要问他的长官 所以这其实是达到这件事情 但是呢 反过来讲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确保每件事情都有人做 因为在临时政府这边 如果有些事情大家都不做 那就没有人做 但是在政府这边呢 事情就算都没有人做 到最后总是会想都没有人做 所以两个各有各的好处 就是政府可以保障说 任何事情都有人做 做的不一定很好 但是至少分工没有问题 那临时政府呢 这边虽然没有分工 但是呢 大家合作起来 是比政府要来得顺利的 所以我们现在的做法 就是在这个政府里面 去导入一些临时政府的 一些做法 一些工具 所以就会变成是说 在这个政府里面 有创意的一些人 他以后可能 不用问长官的长官的长官 他可能只要很好说一声 他就可以自己试试看 做做看 这样 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两个不同 一种做事的方法 试着方法 把它结合在一起 谢谢 谢谢 王老师 所以我想请问 你民生高的逆决是什么 承诺的逆决 就是不要跟别人比较 他必须说我们几个人 这个现在赛跑 这个 你若跑同一个跑道 一定有一个人跑前面 一个人跑后面 对不对 那现在如果老师说 这个 预备开始跑 然后你就转身 然后往那边就放上床 你就赢了 对不对 因为没有人 碰一个方向上 所以我想其实最简单的 就是说 你若跟别人比较 那你有赢有输 有成功 有失败 可是如果你其实就是 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你也开始做成功 就这样 谢谢老师 那我 你好 所以您自己的未来 您有何规划 谢谢 我自己的未来 其实我每一天都只规划 那一天的事情 就像刚才我回答社会同学 就是我一天做不完的事情 我就算 后面就醒来 再去讲这件事 所以我觉得 这样的好处 其实我每天醒来 什么都是一个 很全新的状态 我可以去重新推划 那一天的工作 那这个在 跟别人在一起工作的时候 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 今天答应做的事情 今天都要做吧 不要改到明天 所以像我的 email 就是我的电子邮件信箱 我每一天都是全部回 然后到那一个现场是空的 我才会去睡觉 所以我想这点是很重要 就是说 不要拖过开业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每一天都只需要 会问那一天的事情 然后一天醒来之后 就可以尝试一个新的方向 所以不但是说 可以自己朝自己抢好的方向 你每一天都可以 试一个新的方向 大概是此 好 那我们小朋友的所有的问题 都已经 询问完毕了 那其实在聆听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都是 只有班老师 所以会有一些职业病的产生 那其实在聆听的过程当中 我想有几点我可以做一些回饭 其实我觉得唐老师也蛮适合 来当我们自幼班老师的 没有没有 因为其实在 看这小朋友提问当中 有几个回答过程的这一些的理念 其实跟我们自幼班的一个理念 其实还蛮稳的 例如说 像刚才有提到的就是说 可能问题解决能力的一个培养 所以刚才有提到说 先当下对于什么样的一个议题 我可能产生了兴趣 我可能产生了什么样的疑问 然后我培养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解决能力 那第二个也是一直我们在学校 是有提到的 一定不要去重视孩子的分数 因为每一个孩子 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目标 可以去追寻 而不是只是像很传统的方式 一直都是在追求这些的分数 那第三个我想要回退的就是说 可能发展小朋友的兴趣也是很重要 就像唐老师一样 他可能觉得自己在资讯方面 他用这样的一个专长 去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那也是如同我们在自由教育这边 不断的在强调就是发展孩子 他们的兴趣 然后可能发展他们的天赋 这样子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也是我们一直在强调 不要跟人家比较 这个部分 我们也是一直在觉得 跟小朋友也常在提到 这样的一个观念 毕竟每一个孩子 都有他们自己的优势 所以我们不会去想说 让孩子之间有一个比较 或是他们去 尤其上最常常就拿着分数 在那边比较 你逃100分或逃98分 然后去顾略自己 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个优点这样子 好真的非常地谢谢 拿到世界我们的小朋友 这么多的回馈 好那不知道 除了刚才几位的小朋友的一些提问 还有没有其他小朋友 有一些问题想要问呢 先给小朋友问好了 还有其他小朋友问 都没有喔 没有的话 我们就要开放给家长提问了喔 有没有 没有喔 好来 来 就是刚刚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没有非常 不会要非常清楚 我想最后问一次 就是请问 自学适合什么样的学生呢 我刚刚在第四就是 自学适合所有的学生 基本上我甚至觉得说 就是自己觉得需要学习的时候才学习 那个时候才叫学习 如果是被灌输 或者是你不想学的时候硬学 那个东西其实常常是学的时候 没有办法用 我们说学以致用的意思 就是说你学到东西 是要拿来用的 所以说任何学生 他只要是教学生 就是想要学的东西 我觉得到最后 还是要有一点点的 那个自学的程度 那这个自学程度越多 我觉得这个学到的东西就越灵活 它越是你自己的 而不是你死背 什么老师的 这样子 那但是 无论如果全学习要发生 你也一定要有自学的成分 然后任何的学生 都是可以去自学的 谢谢老师 老师您刚刚有提到您 您很不喜欢数学 但是 因为我看过别人在写程式 我记得别人在写程式很多 都要用很多的数学算式 那么既然您很不喜欢数学 那您又是怎么写 写出这么多程式 我很喜欢数学 刚说我不喜欢算数学 有一个动词 就是说 我觉得数学拿来理解这个实践 是非常好的一种状况 但是我很不喜欢算数学 因为我算数学的时候 常常很容易出错 可能三写成八 二写成七 我接下来就都算错了 所以这样才拿回时间 所以我觉得电脑来算是很好 好 还有没有想问一下 提问的 好 他其实纯粹只是想问问 你是算什么数学的题目 什么 我不喜欢算什么数学 没关系 我是说 你又接下来算什么数学的题目 哦 就这样大家好的问题 我在想的时候 我记得我写的前几个程式 当时是去算分数 好比像说分数的简化 好比像你写四分之二 它可以简化成二分之一 那当时是因为 当时我有一个弟弟 因为小四岁 我八岁之后他四岁 那他四岁多的时候 他现在学分数这个概念 所以说 我就是 因为四分之二看起来很大 二分之一看起来很小 因为四跟二很大 二跟一很小 看起来 可是这个是同一个数字 所以说当时我就写了一个程式 就是在荧幕上画一条线 然后呢 上面有很多气球 然后呢 你就是打二分之一 它就会在荧幕中间 里面上设一个飞镖 然后把那个气球打下来 那但是有些气球在别的位置 你就要试试看 A三分之二吗 又多一点 那是不是五分之三呢 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去学会分数 那这样他就会学会说 我打四分之二 我打二分之一 荧幕上那个飞镖 都会飞到同一个位置 所以就是用这种方式 去让它学会分数的概念 这算是我写的前进制程式 之一 好 还有小朋友想要问一些问题的呢 不然就有老朋友要把他问喔 确定要把机会给老朋友吗 确定要把机会给老朋友吗 好 先好 我是老朋友 我有问题很长 那因为我有四个问题 我要把他当一个问题问 因为你的时间很访问 就是台湾的小学生呢 有可能像美国系统一样 就是说从小就开始学程式设计吗 可以 可以吗 还可以 因为我的刚好今年有几个区系统 我才看到的现状就是这样子 那就是说 为什么美国系统一小学生的创作课程 可以看到很多大陆过去的想要 还有印度裔的美国人 非常多 那相对于在台湾 如果没有看过台湾的小学生 我们的期待是不是太多 因为台湾人 是我们人都比例 不能跟印度更多 我们的可能都大学生也认为 因为也是有人 也是有少多学生过去 在这里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说 这真的是人口比例的问题 在前一代的西谷的工程师 确实是华裔的 然后印度裔的 还有一些犹太裔的 都蛮多的 但是其实就是看大家人口比例 然后大家到第二代的时候 就会有那么多比例的小朋友出现 所以其实我觉得台湾在那边 并没有特别少 毕竟湾区的华人 它是算是非常非常多 可能30%左右 但是台湾里面当然不是非常多数 可是那就是因为台湾的相对人口 跟中华人和国外人口 对 那就说我们用学习程式课 真的程式升級 或程式语言 有没有可能 不是现在变成我们的小学课程之一 还有就是另外一个答案 也就是说 像自学院有成就的人 你现在是很会学习的对象 那是不是因为台湾的教育理 它的课程里面 也只是有问题 还有就是说 追了多一点就是说 你很优秀 那我相信我的孩子也很优秀 可是我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我没有像你一个 有一个那么优秀的妈妈 因为我没有办法给你妈妈 所以我想要请教就是说 你对你妈妈的感觉 或者说你妈妈给你的帮助 可以让我相信一件 好 没有问题 几个吗 一个是 其实我没有理解错的话 台北市的那个教育局 其实已经很愿意 可以让各个小学的特发会 如果他们想的话 可以在小学阶段 就我们说的前三个学习阶段 就引入像Scratch这种 就是它不是大字的写程式 它是像对积木一样的学程式 那这样子对于前面 几个学习阶段的小朋友来讲 这是比较容易的 因为它不用再去学一套英文 然后去一套外国语言 这样才能写程式 它可以在萤幕上面 稍微对一对积木 就把程式写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本来就可以了 而且因为我的理解是一定在做的 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是说 如果大家对于写程式这件事情 只是为了写程式而写程式 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 就像刚刚说的 写程式可以帮你节省算数学的时间 它可以帮你在学自然 或者学博语文的时候 你可以用蒙点 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就是写程式可以帮你在各科上面 都可以更容易学习 那这个时候我们叫做 程式设计的运算思维融入教学 意思就是说 不是把这件事情当作一门课来上 而在上每一门课的时候 都想一想说 我们能不能用某些软件 或某些设计的概念 来帮大家在学的时候更容易 那这个就是在整个新的 十二年国家课堂里面 我们贯穿整个叫做素养里面 就是三年九像九个素养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素养 那所以这个素养 我们就会在接下来 把新课堂在实行的时候 让老师更贴近这样子的一种 素养老相的教学方法 这些一件事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说 我觉得我们不一定 什么都只需要看西谷 就是说西谷它当然是写城市的人 现在那喜欢去的地方 因为那是创新发生的地方 但是其实在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 它都有不同的创新 在台湾我觉得很棒的是说 我们不一定像在西谷 是觉得说我们写一个城市 就要解决全世界的问题 在台湾有很多创新的人 他就是要解决他的社区的问题 他住的地方的问题 他的长辈的问题等等 就是说我们碰到的每一个社会的挑战 不管是高音化啊 这个小词化啊 线像差距啊 这些东西 我们都可以用某种方式 用技术来协助解决 那这个就是叫做公民科技 这个是台湾和亚洲 我们可能是最强的一个地方 那所以我觉得大家在学城市的时候 不一定是一下子就有时候 我要去新门创业 我要变成这个Sakerville 虽然变成那里也很好 就是要开那个书啊 或者怎么样 而是说我们每个人 他学到的一些东西 都可以拿来访问我们身边的人 那我觉得这是台湾的创新的一个权源 这个是真的 那我母亲的话 其实我觉得 我小时候 大概我三四岁的时候 他跟一些他的朋友 有成立一个叫竹虎联盟 那竹虎联盟消费部署是 是台湾的俄署学运动的当时 还蛮重要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大家不是只是在家里 值得交小朋友 不是只是这样子 还是说自己认定的一些价值 自己想要倡议的一些理念 可以透过共同消费 可以透过班杂志 可以透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让什么社会知道 那所以我觉得这种合作经济 就是往内使大家 越工作 越有彼此合作 或者团结经济 就是越往外 大家一起跟一些农夫购买 什么跟这些生产人 也越来越精明的 这种团结经济合作经济 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小时候 看他在做这些事情 和环保啊 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自己很深刻的觉得说 原来他不是只是 关心他的一个家人 他不是关心 他的一个年生的家庭 他也不是只关心一件事情 而是说是连这片土地 或者是连我们整个生活的环境 都一起关心 因为只有外面这个好 里面这个怎能够过得好 所以像我现在分择的 这个社会企业 现在听到社会企业 当然觉得有各种 非常不同的社会企业 但是我觉得它的核心 还是刚刚讲的 就是合作经济 大家越参加彼此之间的关系 越密切 跟团结经济 就越参加 越不会去歧视一些 跟我们不一样的朋友 而是说大家之间 彼此越来越了解 那这也是我觉得 对我就是影响很深 然后也是我现在 工作的一个方法 好 谢谢 老师你好 我也谢谢老师 我想请问一下 因为我刚刚都有听到老师说 您是国二的时候 才开始决定私学 那其实您刚给小朋友的一定是 想学什么再去学 然后学你有兴趣的东西 可是现在我觉得 我可能会碰到问题 如果小朋友碰到问题 他会觉得说 学校学科 这个我不想学 这个我也不想学 数学这个我不想算 然后谷语这个呢 就像文言文 我也不想念 但是 我就想从小 从你小学到 我未尔症当中 另有你的心路历程是 我为什么决定我要自学 然后小朋友如果决定 我这个东西不想学 我们做父母亲的 应该怎样对待它 为什么自主 谢谢老师 我其实换了三个幼稚园 六个小学 一个过程 所以等于十年 我们还是一个学校 然后从来没有做过 书家作业 所以 因为他想学 对 所以其实 其实都是在自学的过程 我可能从小 二人就大概有一半时间 都在学校 所以其实就是 我们现在很流行 叫部分时间自学 就是有些时间在学校 有些时间去顾自己 那我大概八九岁就开始了 那直接回来你问题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 学科这件事情 我其实都愿意看得很重 我觉得学科 有点像天上 晚上它看到星星 然后可能会觉得说 这是星座 这是比较奇星 这是什么人 做什么 但是其实就是 把星星 归类的一个方式 那其实像以前 古老的 这个不同的文明 对星座都有不同的 归类的方法 那所以 我们现在就是 我们如果想要到某个方向 其实它旁边的这些星星 不管它本来在社会学门 人文学门 什么科技学门 这些加起来 才是我需要的 因为我想要去哪边 但是如果现在 我没有一个想要去哪边的话 那当然就是知道说 北边在哪里 南边在哪里 东边西边在哪里 这个还是很重要 所以我想最基本的 就是 逻辑 以及跟逻辑 相关联的一些数学 然后语文 以及跟语文相关联的一些 能听说读写的这些能力 这个当然是基本的 因为你没有这两个 其实学不到别的东西 而且是学别的东西的方法 可是除了这两个 我会觉得说 确实是弊胸之外 我觉得所有其他的 都可以用刚刚那种 就是问题解决倒向 或者是兴趣倒向的方式去做 但我觉得家长这里 很重要的就是说 如果小孩对某个东西有兴趣 而你对他完全不懂 那这个时候 其实最好的就是 你跟他是一起学的这个角色 那像我记得当时就是 我问我妈 我问我妈妈说 这个为什么太阳上面会有黑子 这个为什么会有什么 太阳闪眼 什么之类 那其实他们完全不懂 他们不是学这个的 但他们的回答 就不是说 整个你长大 也会有什么之类的 很奇怪的回答 而是说 那接下来就开始 带我去图书馆 然后我们就一起去找书 然后一起 一起学会 所以我学会的时候 他也学会了 那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就让人知道说 学习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学习是 大家可以彼此交换的 而且我会了之后 你也会了之后 我们中间的那个感情 就也更深层 因为这样子 我们就不是只是能够 讲说吃饱了没有啊 什么之类的 而是可以一起去看索这个 这个世界 那所以我觉得 做为家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是说 随着小孩的好奇心的 这个发展 自己的好奇心 也可以同时的发展 那如果自己的好奇心 在以前小时候 我们叫做教育上 叫麻痹经验嘛 就是说你曾经在那个地方发展过 可是因为数学真的很难 或者危机分真的很困难 所以到那边就停下来了 那反而就是趁着小孩 对这个感兴趣的时候 可以一起去检查自己的麻痹经验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那我们再问 好 唐老师在问你问题之前 我先问一下小朋友 小朋友 你们在家里有打电动的请举手 多少 好 那我问一下 因为这些小孩呢 他们在家里 喔先抱下了 这些孩子他们在家里 打电动的时间呢 有时候会很长 那有时候会引起亲子之间的冲突 那不知道唐老师 会怎么样看待从小 因为现在的孩子他们FB 他们可能Instagram 就是很多 他们有很多网路平台 他们会在上面跟人家做沟通 或者是他们打的网路游戏 常常都会认识陌生的网友 然后或者是他们会花很多时间 在游戏上面 这些是跟我这个年代 小时候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那时候 资讯没有那么发达爆炸 但是现在他们的世界是网路的时代 那不知道唐老师 会怎么建议这些孩子 因为他们会有很多时间 有时候会花在网路上面的时间 也是比花在他们可能有兴趣的事情上面更多 因为他们会说 他们共同的兴趣就是打电动 对 但是不要自己一个人关钱的 就是还是要 还是要让这个就是 亲朋好友有参与的机会 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说 像之前Pokemon Go的友情的时候 我不知道 大家这边有没有玩过 那个Pokemon Go 因为小孩就会 没有 因为这个完全新出现的东西 所以大家就可以一起去学习 那我觉得刚那个一起学习的那个态度 就是在双方都不觉得我一定可以教对方什么 的这件事情上 不是说你打电动很厉害 所以就觉得这个把他妈妈很群 不过是这个状况 反过来也不是说 这个家长对某些学科很强 就觉得打电动没什么 也不是这样 而是说想跟反找到某种东西 是两个人一起参加的 他还是有心态很好玩 那我举我自己的名字来讲 我自己在很小的时候 当时有出一款 新叫做文明帝国 那个Civilization 对 对对对对 那文明帝国现在出 这个第五代 第六代 到太空去了 就是这个大概 现在还有很多的在做 但是当时出的时候 就是一个一个Founder 但是基本的位置 是差不多的 好的 然后当时我爸就是 完全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要一直盯着这个音幕 然后把一个Founder 一带一去 然后这个东西 就是有船啊有什么 他就觉得 好像是就是一般的游戏 这样子 然后可是 因为一方面 我是用这个来学英文 然后第二方面 我就跟他说 其实这里面的所有的概念 都是跟 我觉得 因为我爸书房里面 有一整套 威尔杜兰写的 世界文明史 那我就说 其实这里面的概念 都是世界文明史里面出来的 这个是 威尔杜兰 世界文明史的互动版 这样子 然后他就有一个 所以爱去漫移 所以是不是要补我 我就把那个科技术 点开给他看 然后 对真的人类文明 就是先有灌溉啊 再有农雨啊 什么东西 所以 对 用这种互动的方式来学历史 那他就觉得 他有可以贡献的地方 他就会跟我说 这里面的工业革命很简化 事实上工业革命 不是同时发生的 是英国前发生 在那里再发生 所以他就有一些 可以跟我聊的事情 那我也有一些 可以跟他聊的事情 就是说 这个游戏里面也有各种 不同的国家 有各种的性格 有各种不同的领导者 那他是学政治特殊的嘛 所以我就有很多可以聊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是把游戏当作 我们叫做 social margin 就是是一个 社会化的一个物件 的一个东西 大家可以绕着他 让彼此跟人一起彼此 那这个时候的游戏就是好事 那所以 我想很多游戏 像用iPad玩 或者是桌游 或者是这一类东西 是比较好 因为你毕竟手机 还是成了一个人 可以直接做自己开 但是如果他 屏幕稍微大一点 或者放屏幕 或者是放在桌面上 大家都可以玩的话 我觉得 真的是对塑形 就是家人和谐 蛮有充足的 大家谢谢 好 还有没有家长有要提问的 还是校长有要提问吗 不好意思 我也被问 如果一个孩子是活的时候 一个孩子是活小 那的确 刚刚老师讲 每一个孩子都独一无二 应该是有时候 跟家长的背景相关 比如说 我是音乐专长 那变成说我两个孩子 就后来服个音乐办 有这个形象 那我想想 请教师说 家长怎么 因为家长总是对孩子 有很高度期待 认为孩子 应该是自幼的 应该是最优秀的 那我怎么去面对这个 家长总是面对孩子 如果他 不适合自学 适合自学 怎么去做一个 的判断 给他比较适合的 一个教育方式 因为有孩子 他比较不能自律 那或许进入学校里面 他进入学校一个 知识的教育里面 他蛮人 比较有 接力士 或是有回到一个 逻辑式的学习 那有孩子他不需要这样 我今天没有 我没有反对学校 我是说 就算在学校里 还是用自发的方式 来做学习 对 那至于小孩 喜不喜欢学校 我觉得学校不是一个 抽象的东西 学校它是一个 大家可以看得到 是有实体的 有实际的人的 它是一个小的一个社会 所以每个小孩 他能不能融入 那个社会 是看那个社会的底层 我们不能抽象说 学校 小孩是不是那个学校 而是说 是不是那个学校 对不对 所以我转了六所学校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试着去找到说 我要怎么样 跟社会接触的一个方法 那我觉得 我觉得没有什么办法 去让家长觉得 就是不要对小孩有期待 你如果对小孩完全没有期待 你一开始就不会生少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一点事 是不可能抹灭的 我们多多少少都希望说 我们这一代学到的东西 我们的人生经验 至少下一代要能懂 我觉得这个是 大家在养育小孩的时候 一个可能不一定会说出来 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至少世代之间 要彼此能够了解 如果完全没有办法了解的话 那其实那真的就不如去 就是养肚和动物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的文明 就是靠这种世代之间 彼此了解而存在下来的 只是说我觉得 期待最多就是到 他能够了解我而已 不是说他要复制我 也不是说 他要把我没有做完的事情 要做完 我觉得那样就太多了 是说我已经有做的 我已经试了 我学到的东西 他可以了解 我觉得期待到这里是合理的 比这个再多久 就不合理了 那我觉得这就跟我们 跟一般的朋友 或者甚至是 跟自己的伴侣 什么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 你跟一个人 长期在一起 他们希望他了解你 可是并不是说 你有一些做不到的事情 一定要他去做 这样子这个关系 可能也没有办法很好 所以他们是 同样的一个想法 谢谢胖老师 谢谢 好 我一直在有问题 我先请我帮他问 就是说 可否建议给小学生 学习的方向 那课程会有助 配合小学生思辨的能力 还有独立思考 因为我知道你的爸爸 常常跟你问小学对话 因为 你知道你又来的时候 我们很高兴 所以我们去议文 很多那个 YouTube上面的一些 Videos 还有就是说 您的弟弟也提到说 如果有机会 话话小孩也想自学 不想话小孩自学的概念 太两岁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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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 就是说 我们到底希望小孩有怎么样子的一个学习环境 并不是说强调自学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现在与其说自学 我更会说自发 就是我们在新的那个 十二年国教总法里面说 自发互动共好 这个是我们新的教育的基本价值 那自发就是刚才讲的一大堆的 互动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是在透过人跟人之间 互动里面去取得知识 知识不是大家就是背书看书才取得知识 那共好的意思是说 我们透过互动取得知识的时候 这个知识是用来让我们大家彼此过得很好 而不是说我会了 然后我拿这个 然后我故意不交别人 我也不让别人会 我拿这个去剥削别人 我拿这个去欺负别人 那这样子当然这个知识可能就是很浪费要的 对那所以 我想这里你有办法讲到很细的就是说 所谓的教育理念这样子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 每个小孩他都是天生就是有自发的部分 就是好奇的部分 有互动的部分 就是他用他觉得适合的方式去跟别人相处 有功好的部分 就是说他如果自己太多了 他会想要跟别人分享的 如果看到有两个人做一样事情 一个能拿很多 一个能拿很小 会觉得不公平 这些都是我们天生就有了一些本能 那所以我觉得整个教育 并不是说把小孩带往哪个方向 而是说就是不失其赤子之心 就是说他本来有的这些东西 不要把它盖掉 不要把它变成好像说他不应该是这样子 因为本来人就是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样子就可以 可以有一个蛮好的互动出现 大家看一下 好 那卡老师你以为要想要跟我们小朋友聊什么吗 没有 我想说大家没有第二个问题 听完老朋友之后 没有没有第二个问题 你们都好紧张 他们太紧张了 这个场次他们最紧张了 对 但是不知道最紧张什么 都说我大人调 没有什么 好 那如果真的 真的没有问题的话 那容许我做一个小解就好了 短短的时间 觉得真的 明天的过程当中真的也非常的感动 我觉得真的 有很多的理念都是 平常我们在做西式沟通的过程当中 都有提到的 我觉得刚好可以 可以写给小朋友一个最大的名利 就是说 如同刚才唐老师所提到的 你要记得你所学的任何的东西 并不是用来考试的 是用来解决问题 造福更多的人 解决 让人家更便利 或是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绝对不是为了让你的成绩 变得更好 那我觉得第二个重点 也是送给小朋友就是 记得永远不要跟人家比较 你永远有你最厉害的地方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最厉害 然后展现自己的亮点 我觉得这感觉 刚好在今天看老师店 我们回会的过程当中 我想说刚好借这个机会 也给小朋友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机会 好 那如果真的都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的访问 就会到此告一个段落了 好 那我们现在就要进行一个 很自私化的一件事 就是 就是感谢状 我们现在是原本老师 还有他的团队 今天莫碰来 来到中山佛想 好 那我们就请校长 我们特别准备了一份 对 好 那小朋友要来前面 对对对 场地的脚有办法 对他的脚挫伤 对他的脚挫伤 在那里做的 不要挫伤 坐着这样吗 还是你想让他老师抱你 哈哈哈 这样子 像长这样子 好 我们除了百现状之外 也特别 赠送学校的机会 好 好 好 那我就我也要一起拍到 好 来啊 好 来 一二三 这是学习拍到 再找一二三 好 谢谢 掌声鼓勵 谢谢 好 掌声鼓勵 好 好 好 哇 你们喜欢一个上位 好 谢谢 好 好 掌聲鼓勵 好 掌聲鼓勵 好 那我們今天的訪問就到此作業結束 那可不可以讓我們開一個大合照 好 所以請想幫我家長也都可以到我前面 好 掌聲鼓勵 找到一個適當的位置 好 OK 趕快找一個適當的位置 找到一個適當的位置 你們可以在黃老師的旁邊 在黃老師的後面 還有這邊也都可以 但是不要擋到黃老師 我們在場議要記得 好 掌聲鼓勵 還可以 在前面坐下來也可以 對呀 現在可以 接下來 對 往事按小鈴鐺 往事按小鈴鐺 現在再小心 好 來 趕快趕快趕快 沒有 前面 前面 好了 不要倒數 前面 好 可以的喔 1 2 3 再上 等一下 修長 修長 一起來 修長 好 1 2 3 好 謝謝 謝謝 不用装薪 謝謝 感谢观看